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世界奇谈的目光全部都聚焦在了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身上 他们就是在BC信用卡杯的决赛中上演黑马对决的中国小将档一飞四段 和韩国的年轻棋手白鸿西九段 仅仅在两个月之前 档一飞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但是在短短的60多天的时间里 这位年轻的18岁的小伙子一名惊人 先后在BC信用卡杯 LG杯和百灵杯中过关斩将 在国际赛场上好取16连胜 尤其是在本届BC信用卡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中 他从预赛杀起一路连克韩国的穆镇硕 李世时 朴永迅和中国的谭笑 朴温瑶一直杀进决赛 而倒在他手下的不仅有中韩两国为其等级分的第一人 更包括了三位世界冠军 这匹黑马可谓橙色十足 而另一位闯进决赛的韩国白鸿西九段 却是一路跌跌撞撞 从16强战开始 白鸿西连克中国的牛宇田 周瑞阳和胡耀宇 其中一次半目险胜 两次死里逃生 不过从16强中国13比3的压倒性优势 到决赛再现中韩对决 白鸿西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一己之力捍卫了韩国为其的尊严 这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对手 决赛是五番棋 前两局两人战成1比1 在15号进行的天王山之战中 白鸿西再克党一飞 拒冠军仅一步之遥 好 聊过了一周的棋人棋士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上王源八段 为我们继续详解围棋古典名众 《繁育药处总绝》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企划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一起来 学习和品读 诗乡下的繁育药处总绝 那么之前呢 是给大家曾经在某一期呢 通读了一遍 这个诗乡下的繁育药处总绝 当时我给大家报告 我就说我看这个繁育药处总绝 我觉得我们的前辈诗乡下非常了不起 他不仅仅是把盘上的一些具体招法 应该怎么下 他的规律和围棋思想 更广大的这些围棋思想呢 全部都或者说相当大的一部分 把尽到他的努力 在这个繁育药处总绝给大家 阐释了一番 而且呢 他这个阐释的方式 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画一个围棋图 就现在大家看电脑啊 这个看杂志啊 都发现围棋图嘛 有一个棋盘 就像我们这个棋盘一样 看起来非常醒目 他完全是用汉字的方式 给大家叙述的 给大家阐释的 那么我当时就说 给大家报告 我就是这个像诗一般的语言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用这个评者 是否押韵这些角度 来看待繁育药处总绝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他这个文字 产生出来是非常好的 我就想起就像过去 我们年龄大一点的 其有一定知道 还有一种叫曾广贤文 他当时呢也是这样 打一个引号吧 就像顺口溜一样 同时那个意思也是不错的 比方说我现在想得起来就叫 人情是指 张张薄 事事如其与菊菊心 此外还有 逢人且讲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这个曾广贤文当中的句子 小时候看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这个 梁药处总绝当中 要学的一句叫什么呢 叫 实本功虚柔克刚 实本功虚柔克刚 这句话呢 是和我们上一次说到的 叫做 尽能致动劳疏义 实际上它是连在一起的 一看呢 还真是又对账又押韵 非常美啊 那么他说到的这个思想 尤其用到围棋盘上 非常好 行 那么下面呢 还是照惯例 我把实相下在这个 实本功虚柔克刚 它背后跟上的一段注实呢 也给大家念一遍 实本功虚柔克刚 须以实功 刚已至柔 如敌气宽而静 当用宽松之敲击也 这段文字呢 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么讲的呢 也是一种 就像晋能制动劳疏义一样 也是一种思想 同时呢也是非常好的 围棋上的招法 我们说以柔克刚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 你比方说 两个力量在冲击的时候 如果大家势均力敌呢 实际上你就不用以柔克刚 你就去跟他磕就行了 但是总是有一方 他要强一些 当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弱的一方 当然就要以柔克刚了 如果你你的力量 已经是万人敌了 谁都打不过你 那你就以刚至柔 也可以 行 下面呢 通过一个奇力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个十本 功虚柔克刚 他在棋盘上的一些运用 也极其一些味道 那么我给大家 这个就挑了一盘 记忆当中的名剧 这比较久远了 他是当时两位 日本的高手下的 那么一位呢 叫藤泽秀行 一位叫板田荣男 这两位呢 我们的这个 围棋爱好者当中的 资深一点的其有 一定是知道的 这盘棋呢 下于这个上个世纪的1961年 是在日本当时 他的第一届名人战当中下的 好 请大家看棋盘 我们看看这盘棋 黑棋呢 是藤泽秀行先生 这盘棋呢 在历史上也是非常之有名啊 白棋呢 是板田荣男先生 那么黑棋的布局呢 看上去开始很简单 白棋这个三三 是当时板田大师的一个印记 他下白棋 必下三三 我们当代棋啊 现在棋下三三的少 但是我就大胆的推测 根据我们围棋 他的这个审美的方式 还有他价值的挖掘的方式呢 我觉得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三三这个招棋啊 现在站在脚上 已经 我们已经冷落他很久了 大概已经有二十年以上了 二十年三十年左右了 所以说不定 再往后什么时候 盘上的三三又会重新出现 或者是流行起来 好 请大家看棋盘 我们的重点并不在这 下边一招棋呢 黑棋是很朴实的 这样的双小木啊 然后无有角的开局 接着白棋去挂 黑棋去拖 然后白棋顶过来 这是1961年 日本第一届名人战当中的一局 是近代棋局当中啊 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一盘 下一边一招棋呢 腾泽秀行先生 那会儿都还年轻了 选择了这个退 那么板田先生呢 就选择了这个教吃 这个教吃呢 是吴清源大师最早开发出来的 过去呢 日本棋手都在围绕着这个压过来的大雪崩 做文章 进行研究 但是突然有一天 吴清源先生就是跟今天下白棋 这个板田先生下的时候 他下出了简简单单的不纠缠 大局为重的下法 这盘棋呢 板田先生也就照着吴大师的下法 就这么用了 他们三位呢 都是棋界的 这个当然都是 名气非常大的 大高手我们其中都知道 那么说起来呢 是吴清源先生 他的年龄呢 是长板田先生五岁 板田长滕德秀行五岁 都是五岁的年龄的差异 当然总的来说呢 是吴清源大师 他的这个棋艺啊 还有他的实际 在这个近代棋界吧 是高高在上 好我们现在再看棋 板田先生下了这招菜 接着彭德秀行先生到左边去挂 这是当时流行的开局 白棋二江高家 然后黑棋 用了一个最朴实的定式 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定式 小尖 然后再飞到脚上去 白棋呢 在拆边 接下来的一招棋 看上去是非常醒路的 相信我们的棋友也有感觉 就是下边到左边 以左下角 白棋一个棋子为中心 看上去是一个宏观两翼 张开的形式 但是黑棋 用这个尖冲 就把白棋整个的位置 就压得比较低 那么这一压 白棋当然也只好爬 不过顺便给大家报告 下了三三 就是说对方来尖冲 这个下法是他升下来就有的 所以并不是说白棋不好 只是说黑棋这个尖冲 此时此刻下得很好 下边一招棋呢 滕泽秀行先生就在这 空中啊 这个很潇洒的飘了一个 白棋呢 板田先生还是不慌不忙的 先把根基扎牢 又从这边飞出来 黑棋下一招到左边拆尔 这招棋呢 也是布局阶段的大长 这个不仅仅是这个 无有角的拆尔 关键是整个这团强了之后 右边这一代黑棋棋子的气场 就已经不一样了 什么时候考虑到这个段 考虑到这个家 右边可能黑棋无限膨胀 但是尽管如此 后来大师们一反省啊 发现这招棋是有问题的 续盘阶段这招棋有问题 所以我们广大的棋友不要害怕 这个我们下布局的时候 没下几招就出现问题了 就说哎呦我怎么下十几招就出现问题了 我这棋是不是很差 不是这样的 续盘阶段出现问题手 不光是咱们 这些超级大师也随时都会出现问题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围棋本身是博大今生的 好我们再看棋盘 那么他们后来就反省 这招棋不好应该下什么呢 应该下这个 就是在左下角这一代呢 黑棋继续投资 那么化解白棋的潜力 好这个也就不研究了啊 我们就这个点到为止 接下来就是白棋板天先生 给我们做出了一个 可以说是表率一个典范 以下的下法就是符合诗乡下所说的 十本公须柔克刚 那么十本公须 以十的方式去聚焦 去攻击对方须的棋形 请大家看棋盘 接下来怎么下呢 黑棋向空中漂浮的乌云啊 你怎么去捉他呢 板天先生的白棋是一招一招的聚焦 就叫十本公须 请大家看白棋的下法是 先聚焦刺 这个你黑棋当然是要挡的 下边一招棋他再聚焦刺 这会儿黑棋一看 作为讲究棋行的大师 年轻的滕泽秀行先生 这个接他是适可忍孰不可忍 这一接这个整个黑棋 突然就被白棋聚焦了 白棋的这个进攻方式很多 既可以走这个也可以走这个 同时呢不走也可以 整个黑棋就变重了 所以从齐心这个角度来说 黑棋他一定要追究一个 追求一个我先贴 如果您要退 你当然断是不行的 你要断就这个就要这个 欲速则不达 他一断两边都要吃掉你不行 但是他一退 这样呢继续盯着我的断点 即使是这会儿黑棋再接也好一点 至少将来他从这一线出来这还有靠 那么现在他这个单阶恰恰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作为讨价还价的内容 十本功虚啊对于白棋的十本功虚 黑棋就必须要走这个 走这个呢板田大师就一步一步的把十本功虚柔克刚啊 这个尤其是这个十本功虚诠释得非常好 同时呢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他就是贴 现在这一贴黑棋不能长了 一长白棋就一不做二不休 咔嚓一下就把黑棋全部切断 因此呢黑棋作为转换 他就一定是搬这个 搬这个的时候白棋下一招再搬这个二子头 黑棋当然一定要搬 接下来白棋再稳稳的一退 十本功虚柔克刚啊 逐渐逐渐聚焦就变得很清楚 虽然这个漏是非常想漏的 我们的棋友都知道 这一漏使白棋这些棋子呢 他的效率有问题 但是当白棋下一招从这来搬的时候 这黑棋要凹凹叫 非常的疼啊 如果你退人家就全部给你切断了 如果你就一定要吃这一个子 他这先给你来一下 你还要接 他下边再给你来一下 但问你刀罢五接还是不接啊 这个接也不行 不接也不行 这个是很明显的 整个黑棋只有一只眼 而且我们没听说过 一只眼的棋就是活棋 因此呢 这个棋行它有先天不足 所以滕泽秀行先生没有办法 万般无奈 必须强化外边 当然下边白棋一搬 黑棋仍然只有搬 这个是必须要搬的 在左边这个战场当中的最后一招 当板田大师站到这个小间的时候 既对这三个子有一些威胁 关键是从右边到 这个从左边到左下角 白棋变成了白花花的一大片 下雪了 全部是实地 黑棋的外围有一定的势力 但是并非后势 总的来说 下成这样 全局就已经成为白棋有力的形式了 好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 这盘民局当中的一个片段 主要是请大家留意 黑棋这个立二拆二 在空中这个棋行出现的时候 白棋怎么聚焦它 怎么使本功虚柔克刚 大家有了这个印象 我们今天就算有收获了 好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王源八段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上的是 王玉辉七段和陈寅初段 他们将为我们讲解的是 第四届BC信用卡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白红西与党一飞 在五番棋战中的第一盘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四届BC信用卡杯 世界围棋公开赛 决赛五番胜负的第一局 说我们中国的党一飞四段 对阵韩国的白红西九段 那么这次的BC卡杯 应该说 值得我们谈点是特别的多 首先呢 是整个在这个BC卡杯的过程上呢 中国棋手啊 表现的 整体来说表现的都特别的出色 甚至说 到16强的时候 就已经有13名都是中国棋手了 尤其是党一飞四段 可以说是这次比赛上 一匹不折不扣的大黑马 在半决赛的时候呢 他是战胜了 应该说是另外一个夺冠的大热门 中国的朴云瑶九段 打入了 自己也是第一次打入了世界比赛的决赛 当然在此之前呢 我们这个棋牌乐的栏目 也是多次曾经转播过 党一飞在BC卡杯上的一些 出色的表现 对 其中战胜了李世时 朴云训这样的韩国高手 我觉得当时是觉得 是为我们中国棋手的得冠 扫清了障碍 没想到最后进入决赛的 竟然是他自己 对对 应该说 多少有一些出乎意料 但是呢 偶然中也都是有必然性 他能够连续的战胜 这么多的世界的超异度高手 本身也是证明了 他自己确实有相当强的实力 对 而且呢 其实啊 这个党一飞啊 据说呢 是特别用功的一个棋手 经常在这个网站上 自己训练到三四点 好 对 所以说我觉得 偶然中其实真的有必然 那好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他这个在决赛中的发挥又如何呢 是 白红西呢 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啊 就是起码他世界比赛的决赛 应该跟党一飞一样 也是第一次进 那么在韩国国内呢 年轻棋手中 或者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 但是也并不是说 十分让我们熟知 从这一点来说呢 两个人还都是说新生代的这种棋手吧 也是一次看谁 势均力敌的对抗 是 看谁能够为自己证明 新小木 然后白旗也是小木 这个呢 据说是防止这个黑旗下中国流 对 因为前一段中国流下的 大家采用的频率特别高 是 这个陈颜啊 其实从我小时候学习呢 老师就是像你这么说过一句话 就是 如果你拿白旗的时候 不想让对方形成中国流 那么你可以在第四手棋 站脚的时候站在这个位置 那实际上始终我也没有听到过 哪个老师跟我具体来的讲解 就是这里面的合理的必然性 在什么地方 就是很多旗友可能跟我一样 跟我小时候一样 也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我们在这讲一下 讲一下 如果这时候黑旗还要强行走中国流的话 有什么不好 那白旗我就摆个大飞手脚吧 因为如果是二连星的时候 我看这个鼓励下过很多盘 它是在这小飞的 那我想这个星位的小飞和小木的手脚 应该小木的手脚会更 好一点 对 总是好一点 就算是小飞手无忧脚也是好一点 像这个小飞的无忧脚 在小木总比在星位好得多 在星位就不能算无忧脚了 这边有一点忧 对 这差一手旗感觉 如果是小木无忧脚的话 这个是完整的一个脚 它这个形状呢 确实我没有见到过什么文字上的这种描述 也没有听到过哪个老师就是用具体的语言来形容 我自己来琢磨一下 为什么黑棋 其实如果真这么下的话 也是一局棋 也是一局棋 为什么差别了这么一点以后 黑棋就不愿意接受了呢 主要是心情上 主要是心情上 还有呢 确实它这个发展 小木的无忧脚的发展确实不错 自己呢 有一个很良好的发展 然后呢 这条边实际上是黑棋的发展的重点 我们以前讲过 黑棋的中国流呢 它的发展重点是主要在这个位置 那么白棋在一方面扩张自己的发展重点的时候呢 一方面 要限制了黑棋的发展 等于自己是这个 面朝大海春暖化开 一方面呢 还让黑棋的这个发展呢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这样的话呢 心情上黑棋无法接受 但这个棋跟胜负呢 应该说关系并不是很大 所以当白棋占这个小木的时候 黑棋就很少有人还执着了下这个了 应该说有一点关系 对 黑棋就是要挂脚 对 其实呢白棋真正下到这里的也不是特别多 或者说在之前不是特别多 还是说绝大多数棋手并不喜欢被黑棋挂到这里 你等于站小木的时候 你总是脸愿意朝着自己比较好 你挂脚的时候 它加工起来比较愉快 现在你的脸呢 这个方向是朝着别人的 让对方一挂到这儿呢 心情多少有一些不太愉快 但是最近一年半载好像年轻棋手们比较喜欢下 对频率会比较高 因为中国流盛行 所以大家呢就是直白的一方呢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套路招法呢来对付这个中国流 其实这个呢现在也是在这个中国劝引国家队啊研究的课题之一 对 好像他们很有心得 对付这个他们就是这个大飞挂脚 是那一段可能确实是当所有的棋手直黑都喜欢使用中国流的时候 那么与此相对的如何破解中国流的这种套路呢 也是会层出不穷的在棋手的训练中呢被提及到 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套路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飞挂很好 很平稳 如果小飞挂的话呢照以前的下法 白棋挂黑棋二肩高加或者一肩高加都会比较严厉 这个大飞挂呢就在这个局部避开了所有复杂的变化 基本上就是等待对方来出牌了 黑棋是兼这个 兼一个对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也兼和加两种 加工的话有损失地的嫌疑 加工恐怕绝大多数棋手 低杆都不是加工 加工 对这个会比较损控 对这个下法估计不会在正常的棋手 就是正常的一流高手的考虑范围之内 基本上这个棋 然后再从这边加一个 这个下法黑棋不行 这个应该说不叫定式的定式 可能以前呢大家的对围棋的研究都不够 所谓的高手呢跟现在相比水平也是差别于很大 所以这个定式在相当一段的时间之内还存在 可能甚至于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告诉我这是一定是啊 对我学过 对实际上现在的老师不会这么教学生了 现在老师教学生告诉我这棋是不是定式 现在这个不是定式的 对这个黑棋肯定大亏啊亏多了 这哪是定式啊 白棋自身不仅活了还带着时代木棋 黑棋无论是从木树还是后包还是发展都没有 都没有值得丝毫之处 所以这个不是定式 我们在这隆重的跟大家讲 这个绝对不是定式 那黑棋千万别这么下 千万别这么下 这个棋如果说要下 下在这里还可以考虑 说是这个局部才是定式 对下在这里这个局部是定式 但是这样的话呢 损失地损得很厉害 而且落了个后手 对全局就不太满意了 感觉这个挂脚的位置也觉得不太好 总之这个一上来就这么下 损失地而且速度有点慢 这个黑棋不是特别的理想 挂脚的大飞挂的时候 尖一个就差不多了 尖一个还真的是差不多 如果激烈一点 想激烈一点可以下这个 可以下这个 我记得以前呢 在日本棋手的对局中是有这样的 交换完了以后在大鞋 走一个比较激烈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呢 说实话 除非黑棋有特别超级大的力量 否则白棋靠出之后 光靠这个后势来攻击也很难 对这个现在不能再后势 它因为未来的有一排鸭嘛 有一排鸭 但是这个实际也很难掌握 这个变化有点复杂 我们在这但是说不过来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讲 嗯 我们看它实战 今天这个 拆二 然后逼住 逼住 对逼住呢 正常范围之内吧 正常范围之内 其实要想速度快一点 可能在这边下棋也可以 不论是返加还是挂角 应该也可以 但这个逼呢 可能是确实 在大多数棋手的心目中 还是第一个 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 对 以前 我们经常看到 对以前下小林流的时候 是这样子 小林流的时候呢 逼一下啊 这个棋 我相信所有的棋手 在初学的时候 都下过这个步骑 对都下过这个棋 这个棋 少年时候学到的这些东西啊 很难忘记 下成这样 再小飞 这是一盘非常常见的一个布局 棋手们基本上都会下 对都下过 嗯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是挂到小木这里呢 这个是不是逼就不绝对了 这个不绝对 如果我下的话 我可能会在这里 先站这边的大场 好 挂完了 加一个再连片 对对 这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逼呢 白棋跳 白棋跳这时候 黑棋不太好意思 不走 这个要防守一下 嗯 这个看上去 黑棋在这边 确实很有收获 也不错 当然也是一种下法 但是很可惜 那边落个后手 这边让白棋重新下 被白棋先走 对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 因为从这个 咱们正常的 从布局的大小的 这么一个程序上来说 嗯 站脚 手脚 挂脚 应该是走这么一个程序的 那这边挂的脚 挂完了以后 对方还没硬 对还没硬 应该有心情去连下两手 总是有收获 总是有收获 这边白棋要下的话呢 可能挂脚 小飞再飞回来 虽然也很大 但是看上去 这边好像更空旷一点 我总结的经验啊 这个多次在场合提及到 总还是越空旷的地方越大 对越有发展 嗯 在布局的时候呢 经常我们会遇到一些迷惑 就是不知道应该行其 行到什么角度 什么方向 那这个时候如果特别迷惑的时候 你就比 比什么地方更空 这地方显然是更空的 更宽 这地方呢 相对来说狭窄一点 虽然这里是牵挂的 很多的厚薄的东西 但是对于业余骑手来说呢 不用考虑那么复杂性的 强大的复杂性啊 就是走到空的地方 很好 又已经很好了 这个比较职业 这个下法呢 是有点要把拳头先缩回来啊 将来你这三个子呢 还有攻击的可能性 对 有点这个意思 然后白棋小尖 很厚实 对 反正小尖到这儿呢 总体来说黑棋应该不太满意 稍微有点不太满意 毕竟这边你挂了一下 尖到了以后 这个中国流的可能性 你已经没有了 它等于先手 白棋先手把黑棋这边给打散了 还能回过头来尖到这个 黑棋稍有吃亏之感 然后等于说是 我想走的已经走到了 然后转了一圈之后呢 我这个还是我的 对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白棋这边等于是 先手便宜了 这个ABC的三手交换 三个回合下来 白棋先手便宜了 黑棋略有不肯 然后黑棋挂脚 挂脚呢 追求效率的一手 追求效率的 普通的话 普通在这边分走 那这个分头呢 就是这两个点选一个 这两个点选一个 确实对于黑棋来说 有点为难 反正你如果逼这个的话 白棋肯定从这边走了 对 然后你要是拆二的话呢 这边白棋还挺厚 白棋飞过来 飞过来 等会儿再飞攻 这两个子 可能是离后视太近 如果拆到这边的话呢 那白棋肯定 人家就从这边 对 白棋逼这个 你走这个 他肩顶完了小飞 B2拆2的形状呢 也不是特别理想 将来白棋也不从这边飞了 可能就从那边加工了 这个棋可能对于黑棋来说 确实选点有点为难 他选的这个挂 这个挂 这个挂是稍微显得有点过分 稍有过分之嫌 因为他正常的分头都不满意 他要追求一点效率 这个挂角呢 白棋第一感是想加工 加工是吧 既然他要追求效率嘛 你总是跟他针锋相对的话 你总是要惩罚他一下 不能让他特别轻松地 达到这种目的和想法 对 而且本身这个形状 如果能拆到这的话 这个棋型也非常满意 而且这里叫拆尖加 是的 这个感觉像加工 加工如果他照常有的定式 咱们摆一个简单的定式吧 这里如果走成点角 对点角 这个当年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定式是 古力跟袁胜珍在决赛中下过 白棋再来飞 如果你跳的话 他就再来这么跳过来 这样的话感觉白棋很生动 更生动一点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肯定会加工 就是这个是一种契合嘛 你既然已经要追求效率 那我肯定要跟你针锋相对 对 我的低感其实也是加工的 我觉得这个棋为什么不加工呢 就感觉这边的形状很好 党一飞从这个地方来看的心态也不错 那这首棋呢 不着急 他小飞在这里吧 虽然感觉上有点不太甘心 但是呢 这首棋恰恰也表现出了 党一飞在决赛中的这个心态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有的像党一飞很年轻嘛 很年轻 还不到18岁 是吧 对 可能刚刚满18岁 94年的 在这样的一个决赛的舞台上呢 应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新人 能够保持这样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呢 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白鸿西我虽然对他不太了解 但是他应该比党一飞还是要大上几岁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80年代末的棋手 而且党一飞其实在下这盘棋之前呢 他已经16连胜了 这个势头正猛 国际比赛场16连胜 就是只要这一段 他在各种国际赛场的这种表现呢 实际上是非常理想 对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盘棋呢 其实这个小飞也能体现出他的信心 黑棋拆散 这季以前呢 都是要么往里飞 要么拆二 现在就是拆三 拆三的语言就是不怕打入 关于这个打入呢 我们以前也有过讲解 今天呢同样就是 因为这盘棋后面比较精彩 我们局部的讲解呢 暂且就跳过一些 总之呢 这个打入的时候黑棋一拖 拖过 黑棋一拖 白棋在目前来说呢 争执不太有力 无论从哪边搬呢 都很难有特别理想的战果 所以这地方 白棋干脆打入也没打入了 打入完了以后 如果不走 哪天被人家夹死反而要吃亏 所以这里呢 双方都是差不多 一般分次 然后白棋加工 白棋加工 黑棋这时候啊 黑棋是拆这个 坏棋 这就是坏棋 这个大家肯定就是觉得 王老师不是刚才说的 先站脚后站边 那我站边 没错啊 四个脚都已经站棋了 这手棋呢 坏棋稍微打一个引号 打一个引号是什么呢 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们以一般的 一六棋手来要求白红锡 来要求黑方 这手棋还可以 还可以 打个九十分吧 还可以 就是你这个棋下到这儿呢 也就马马虎虎了 但是如果你以一位 这个准世界冠军的 这么一个条件啊 资格来要求下黑棋的人呢 这手棋就不能让人满意了 它的问题呢 就还是说 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 没有抓住主的一个中心点 实际上这手棋呢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大场 由于白棋在这儿跳了之后呢 黑棋这几个子啊 想在这里形成一个好的模样 很难很难 你走在这里之后啊 下一手怎么撑呢 如果你想撑起来的话 脚上有棋的 这个形状不比这个形状 脚上空着的话 白棋不管点踩踩还是拖 这地方是一定有棋的 可以活棋的 如果你要是不能撑在这儿 只是走在这儿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棋 也就是二三路为空 它不具备特别诱人的一个大场 真正白棋去下呢 白棋可能也就是拆一个 拆一个或者直接漏完了 就这条边大是大 但是没有那么诱人 更不是这个局面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黑棋如果现在要下呢 两种选择 我觉得比较普通一点 先飞这个 飞这个 这个大 你如果尖 那就补回来 就补回来 对 下一手如果你要不走的话 下一手它直接逼住 如果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拖鲜吧 它直接逼住 挡住 直接走在这里 这个形状比实际上要好得多 对 这样的话好像还有心情跳这个 刚才都已经尖了 拆三了 就是好像感觉自己 把自己的这个发展给限制住 对 如果你这个时候 白棋可能会走这里 如果真的被下完了以后 白棋可能会走这里 这样的话呢 一个普通的定型 正常先加一个 如果你这么走的话呢 黑棋把自身先走后之后 这个一定要靠出 一定要出来 如果不出来的话 最次也要走这个 就这个地方是核心 局面的核心 白棋已经加工了 黑棋必须要做出一些回应 不能够熟视无睹的 让白棋在这再走一手棋 因为这边不是核心 普通的大场 这边是战斗的核心 黑棋之所以走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他没有判断出这个核心在哪里 重要所在 对 白棋 如果说黑棋不愿意这么下 甚至于黑棋直接走出也可以 直接靠出也可以 直接就靠出 那这边的拆三会不会 一会儿会被打 伤害不了太多 总之这边靠一拖的防守呢 还能扛得住 对能扛得住 这个一定要动出 动出的话呢 在这个局部 双方的作战是势均力敌的 就是你虽然有一个子 但是他靠出以后 周围他有一些接应 加上这两个子也很厚 双方在这儿的作战呢 谁也欺负不了谁 这边呢 就慢慢的就 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 总之价值不是特别的大 实战的黑棋呢 这手棋用两个字来形容呢 就是平庸 平庸的一部大场 这手棋 如果要是以世界冠军的这么一个严格标准来要求呢 还是坏气 还是稍差一点 对要差一点 工艺火候要差一点 白棋跳 这个跳很舒服 这时候白棋跳完了 黑棋大概要补齐了 这时候我们再看 实际上这个 这个真要走的话 还未必有走在这里 走在这里呢 实地上更有把握 扎实 对 关键它撑不起来 如果能撑起形势来还可以 这手棋撑不起来 这是坏气 现在白棋正当先手在肩顶 这个棋 黑棋布局上 有点难了 下起来有点难了 对 因为好像这边成为堡垒啊 就是这边就是特别着急了就 不然的话被黑棋真一活脚 白棋的这个外事就没地方发挥了 对 还有一点呢 你提到这个堡垒啊 倒是给我提了个醒 就是我们要跟棋友们交代一点啊 黑棋下棋下成这样一个堡垒的局面啊 不值得满意 不值得高兴 如果是换一个角度 白棋下棋下成这样一个堡垒还可以 因为最下到最后 黑棋是要贴木的 作为黑方呢 应该尽可能的把棋下得积极主动 饱满 这样的话呢 这个形状是自保有余 但是拓展不足 所以 有贴木负担的一方 下棋就光下这样的堡垒 这是不值得开心的 原来在对局中 就是同样一个形状 黑白还有轻别 对的 如果白棋下这个形状 小堡垒很好 那黑棋这么下就不太满意了 其实像这种形状呢 刚才甚至有可能应该拆耳 也有可能应该跳起来 吓得积极一点 走的这个呢 也跟这个差不多 像这两手棋呢 都比较平庸 看上去是好齐 但是实际上呢 多少给人不太满足的感觉 这个尖顶到这儿 这个时候黑棋 再想打开局面呢 有点困难了 对 因为所剩的这个边已经不多了 就是可以发展的地方 他实际上震了一个 震这个 没看懂 有争议 这手棋 反正 他可能黑棋也确实不知道 咱哪下来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 问一下白红棋 我试着去理解 他这手棋的想法 他肯定还是觉得有点难 反正我看见这手棋出现的时候呢 多数都是在黑棋这边 有子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小林刘 然后黑棋震一个扩张下边的形式 那现在这个呢 我觉得 就白棋这三个字已经不薄了 如果现在再供它 已经供不着了 但这手棋呢 它的 还是能理解 就这手棋 我觉得呢 如果说 非要说它是一部坏棋 倒也有点过 它这手棋 这手棋肯定是坏棋 但这手棋不一定是坏棋 它起码起到了牵制白棋的作用 就是黑棋很难办 黑棋如果直接冻出的话呢 苦 明显苦 如果从这边走的话呢 又走不出东西来 你比如说你逼紧 它顺势没起来 这个交换呢 又有点损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震呢 倒不是说为了在这边扩张什么形式 它主要是牵制白棋 不让白棋变得太厚 那我就跳一个 它又走着什么了呢 那这两手棋 总之交换呢 白棋变薄了 对黑棋将来对白棋的攻击呢 就是你留下一些手段 比如说黑棋将来煎这个 那我可以爬过吗 对你爬的话 它就有冲断的可能性 粘上 由于它这边厚 它一冲断 基本上就把你这两个子吃了 你走这个 这里只有吃 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有收获的 就即便那边什么都不下 黑棋马上来这个 这个黑棋还是有收获的 白棋这些子 毕竟跳在中央 这是没有木的 是吧 这个子是没有木的 那黑棋这个收获呢 收获了十几木棋 这是实实在在 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收获 而且将来也虽然提了花 可是你提的花是在二路 提到二路 对全棋的厚薄影响并不大 加上黑棋本身已经很厚了 将来真挡在这儿 或者杂精在这儿 你这块棋还是有 还要求这块棋的眼位在哪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它这个震和这个跳的交换呢 很难说 很难说是亏了 这两首棋呢 我觉得白红西还是 对形状的这种感觉呢 还是比较敏锐 这个确实还是有收获 这两首棋的交换还是有收获 白棋这个跳呢 当然也有收获 就是黑棋这边就更难为了 但是我们刚才讲过 实际上黑棋那边 已经不好发展 已经不好发展 这个震还可以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两首棋交换之后呢 黑棋在这儿也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手 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呢 只是一个说法 实际上黑棋真的马上来吃 这边再让白棋走一个 黑棋也未必满意 现在黑棋呢 还是回过头来 要处理这边 就黑棋还是要在这边走棋 否则的话 别的地方没什么好下的 但只要黑棋在这边走棋 刚才啊就慢了一步 就应该直接走 对 现在白棋已经有四个子 在这儿等着了 所以它这一个子 它要动出的话 有点勉强 对 都感觉是慢了一排 有点勉强 那这个长呢 真生长出来 也是一种拼搏的态度 实际上真长出来呢 你感觉 我们刚才强调很多理论 就是黑棋在这边 慢了一步 应该早走 但是它现在 就是愣头青 真给你尝出来啊 也是 也是一场混战 我觉得白棋 是不是就拆个二就行啊 这边这么宽 也可以 但这个拆个二的话呢 恐怕 黑棋不会那么老实的跟你 黑棋可能会 从这边 比如说拆个 它也拆啊 它不会那么老实实的跑 我就想着 靠出来 那这两个子会不会 自然而然就被我吃掉了呀 也有可能 但是它总还是要威胁你 它不会让你那么老实 舒服服的 都这样了 这两个子还不死吗 我就走一个 这会死吗 嗯 不知道 靠 这边自己也有断 总之黑棋会在这边 完张完张 自己它 它不会那么单纯的往外跑 它会自己先拼捧一下 但确实 从作战的前景来看 总是 白棋有力 白棋 这B件子多 B件子多 你这个直接拆二也是一侧 实际上黑棋 长之后 白棋或许就应该让你这么下 因为我是 白棋实战 白棋实战的B这个 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这边太厚了 对 这个B怎么会B到这里呢 其实这个地方的形状 我给大家讲一下 由于黑棋这个已经是堡垒了 刚才说过 这个形状的特点是什么 进取不足 但是自保绰绰有余 对 非常坚实 你逼得再紧 对它来说 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让它下的 后长加后的话 它要走应该靠这个 撞上去 撞上去 其实是好气 它如果搬你就退 它如果长的话 你等于先手走一个算 搬就退一个就完了 对 它一般来说要上长 然后这边带着你下 你就等于先手防止它 它拆二的那个路 所以它这个B呢 真的不像是好气 低感就不像是好气 不过可能我们都是想着 无论是拆还是逼 都是想着这个黑旗就这么跑 我拆呢 我就想让黑旗就是这样跑 然后顺势走到这边 这个呢 他可能想让它从这边跑 然后顺势拆过去 现在的这个旗呢 黑旗的核心啊 就是交换完这个啊 肯定只不会跑 它肯定是要从这边逼 如果黑旗就这么跑 带着这个X2 再让白旗走的话 两边的黑旗都没有走到 这个断然不能接受 对 那这时候呢 在逼之前 它实际上是直接逼的 这个直接逼住呢 也有点操之过期 在逼之前 它应该先点 然后看看白旗肯不肯损 是吗 如果假如说我压过来 如果你压的话 它借劲 还是要出来 我还以为它有便宜 它就不出来了 不会 它实际上这个走呢 这手机是虚招 虚招 它是争取借你的步调呢 来处理好这边 这边因为暂时让黑旗自己走呢 它也走不好 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跟着搬 它长 对它就跟着长 你这地方你还是要走 你还是要走 这时候现在逼过来 走一走它就活了 后终的自己再靠下来 这个你就中计了 你就中计了 虽然黑旗应该先点这个 这是常用的手机 点如果你直接爬的话 它就搬 搬一下 如果挡 这个很舒服 这个很舒服 这么走 你要正常的 可能还要走一个 被牵手提一下 很痛苦的再逼过来 那这个白旗就有点惨了 我觉得 所以说白旗这个B不是好旗 白旗这个B呢 党一飞下得不好 反而给黑旗这个 对 戒掉了旗了 对 刚说B的时候 就是实际上 陈寅也提出来了 要满就直接插2 直接插2是可以的 是很不错的 如果这边一定要下的话 就靠上来 这个紧凑的多 那这个旗呢 党一飞这个B显得还是功力上 有一些青色 有一些青色 但是黑旗也没有抓住机会 黑旗直接B 直接B这时候 白旗在尖的时候呢 黑旗这个确实走不着了 你现在再走 它一贴着 你就没有接劲了 直接就传手了 就直接就吃了 对 这个时候黑旗只有出头 但出头我没看懂 它为什么要尖着出头 为什么要不是压着出 是吧 总还是想压着出头 压 它没有选择压的唯一理由呢 觉得就应该是盘家搬 但是搬底下 黑旗一般 但这旗白旗没有办法 除非它团一个 你如果打的话 它打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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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唬出去就很轻松 这个形状很饱满 那就好得多 比实战这个尖要好得多 但白旗这个硬团要杀人 也不太可能 是不是就猴出去了 对 这个旗就断然不可能杀掉 这个很奇怪 实战白红旗在这犯的这个错误 很奇怪 它是尖出的 客观上来说 这个尖出呢 很软 这个形状 很软 在这个局部的作战呢 黑旗这手旗下错了 白旗挑家好旗 然后冲 再强扳 这两手旗很厉害 然后再扳 很有美感 再接回来 把自己走成一根大铁棍 对 那这棋为什么不是先打的 是直接先沾的呢 这个干嘛要保留 差不多 反正总也能打到 对 这个好像还确实是 虽然没看懂 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只能像成这样 莫非沾上诱惑它在这边走 也不太会 反正有的时候下旗是这样 左右都关系不大 像成这样 然后尖冲 好旗 对 这个是当一飞 确实很敏锐 敏锐 这旗要是 要是一震就坏了 那人家这个形状很舒服 这个空围住的话呢 黑旗这个形状虽然难看 但毕竟还是洗出来一块 毕竟还是把白旗给破了空了 白旗这时候一定要尖冲在这儿 好旗 尖冲在这儿之后呢 总体来说这个形式是朝着像白旗有力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 好旗 黑旗这个尖这一系列走的形状非常难看 它是先刺了一个 这时候先刺了一下 对 而且它尖冲到这儿吧 最主要是黑旗它爬不过 它爬过的话呢 这边好像这个子不是这么安全了 对 如果这么 这个被截下来肯定不行 所以它要冲 冲 强扳住 很牛 然后飞 它不敢断 断的话 因为白旗这边太厚了 如果这个直接断 它就算退出来也不行 对 飞的时候呢 实际上白旗 是不是见好就收就算了 这个白旗实战是强飞啊 这个飞是不是有点 还是有点过分啊 欺负人 太欺负人了是吗 如果是我下午 我估计我多慢就接上算了 接上 我在党一飞的眼中来看肯定是老同志了 那我可能飞一个 你带个尖一个算了 这个我一穿你怎么办 我还特别想让你在这帮我一下 你带个尖一个本性 那就尖一个吧 飞这个 这样的话可能也差不多吧 慢慢下 这样是慢慢下 飞过来以后这边有一些小的借用 便宜 对 上面也可以便宜一下 它这个飞太凶了哦 这个飞确实是年轻气盛 年轻气盛 刚才我们说心态好 这个小飞心态好 但一到这种 合适到自己作战的机会的时候 党一飞这个确实毫不犹豫 很敏锐 很敏锐 那这首棋 说实话给我的感觉 多少还是有一些过分 过分是吗 对我们看后来啊 其实从后来的结果来看 白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黑棋这时候强断 现在黑棋没有退路 总不能要路爬过吧 总不能爬过 这边冲我 也不知道这个未来的前景会怎样 冲我就跳一跳 这样的话 可能是白棋在这儿求个调 黑棋这个强断呢 反击得很猛烈 冲 再跳 顶一下 对在这儿贴出来 这剩下的棋啊 从这个段开始 应该都是一本道了 双方没有选择 只好这样 硬着头皮 反正无论是怎么样 之前都已经做过选择 往外贴 这棋这时候真的是没有选择 大家只有这么来 这永远不能忍受被扳头 还是贴 然后白棋断 对白棋这个段呢 其实这个段的形状被先手打吃一下 是不开心的一个形状 对 这个形状很难看 然后爬过 爬过 对这个很想扳 但是好像扳不了 扳被白棋这一段 伸个极限手机就被挡死了 对 所以这个爬过正常 白棋斑 白棋斑的时候呢 黑棋是不是可以考虑跳这个呢 这个还要跑出来 对 我现在跳这个我觉得 其实不失为一个比较安全运转的一侧 我现在跳这个 这个你基本上不敢跑了 我想靠一队 你靠我再断 这个你要麻烦了 那我一手棋就没法把它都给 你现在怎么办呢 这个真的麻烦 你现在走这个 人家一扳子收棋 对 这个气不够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在断的时候 你如果弯 它就算打吃了街上 这白棋这个死的肯定也不行 嗯 基本上我跳的时候 你只有气掉 那只有吃这边了 转换 这个棋死的还是很大哦 对 而且这个斑这些先手也走不着了 你现在斑人家直接虎在外面杀人 对啊 我就说如果那个时候我要如果先走的话 你这个还得去度过 我这还得监过 都来不及了 那这个棋可能黑棋可以考虑这么下 好 转换 转换怎么样 这四个子被吃了确实也很大很厚 但是黑棋相比于后来啊 嗯 更好掌握 为什么呢 黑棋吃掉的这五个子啊 实地下是非常大 对 后来黑棋把这个跑出来 虽然说 嗯 好像是很主动 可以攻到对方 但实际上呢 实际损失非常大 在这个后来的攻击中呢 实际上黑棋是背负了相当大的压力 对 我觉得呢 黑棋实战的这个弯出啊 思维体系稍微有一些僵硬 他可能觉得白棋这个也挺危险的吧 对 黑棋的眼睛呢 这时候应该说是指定在这边 就是对白棋这个 猛攻 如何能够猛攻到他 稍微显得有一些僵硬 实际上如果选择那个体系 把这边全杀掉 应该说也是 也是还不错的 对 完全可以考虑 现在白棋只能冲出来 嗯 白棋这个冲出呢 实际上对于黑棋来说啊 本身的形状是 很痛苦的 我们等会可以看到 打吃 被打吃一下 这种被从夹缝里穿出来呢 感觉是不太理想 嗯 搬住 提掉 立一下 这个很舒服 白棋在逃跑之前 先把关子收掉 这个很舒服 不过其实看着白棋的这个形状 也挺危险 对了 其实这个反正本来也只能交换成这样 那我这个提有没有更积极的下法 这个不提 比如说飞到这一块 对 有没有可能白棋会难受 这个是有可能 但是呢 白棋搬 现在就是看 黑棋能不能够有一些很强硬的手段 这个提呢 确实显得有一些过于稳健了 那这样的话 它可能这个暂时先不交换 暂时先不交换 靠出去 这个提 如果黑棋不能够在这个局部啊 一拳击倒白棋 实际上这个手提呢 总共还是要提回来的 对 这是欠这个手提 除非能把它吃了 这个才能省 不然的话 确实还得要补回去 那这个您感觉白棋会很危险吗 不太会死 不太可能会死 因为黑棋周边不够厚 没有厚到一个程度 比如说你现在非要砸筋硬吃的话 它沾完以后这个斑子冲出来 这个黑棋还是拿不住 还是拿不住 如果这个手段如果不能成立 你现在退一退呢 肯定就更吃不掉了 所以说黑棋如果说杀不掉的话 这个弯出不好 弯出的选择呢 是有问题的 很僵硬的选择 它实际上这个提呢 可能也是看到这些选择 就是确实想杀掉白棋呢 不太容易 对 不太容易 所以也只能没办法 先提掉算了 白棋在逃跑之前 把所有能捞的还是先捞掉 嗯 那这个跳出以后呢 黑棋的压力确实很大 黑棋如果现在攻不好这块棋呢 自身的空不够了 这地方被白棋压迫到这儿 只剩一路棋的空了 白棋关子还都捞掉 那黑棋收获在哪里呢 对 这朵花虽然提了中央 但是自身还没有完全活进 而且这两个子好像还是在白棋嘴里 白棋随时想吃就吃了 因为我这个跳是闲 是白棋这一跳 这两个子是空在嘴里的 这时候黑棋有问题了 这时候黑棋的形势非常的紧张 吃紧了 严重吃紧 他走这个 对 这个方向 这个被搬一下也是很痛苦 那就搬一下总要搬的 是 那总不动在这边走吧 是 那就是说被白棋搬了一下之后呢 实际上白棋未来的这种手段啊 坐眼是非常容易的 黑棋有没有必要 非是在这儿要走一手单关 再去强行攻白棋 那您觉得现在这块棋黑棋厚吗 这块棋需要走一个吗 我总觉得这块棋好像需要跳一下 哪怕这么跳一个 再减穷是不是 实际上这个棋啊 如果是我下午可能会搬一下 搬一个啊 对 这个我不太能忠忍被搬 然后中间跳过来算了 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下法 你可能也得跳 对 反正大家都谁也别吃谁了 谁也别惦记谁了 这边稍微占点小便宜 做的过程中 然后就不用这么这个极端的去攻 实战黑棋那个下法有点 有点像放胜负手的味道 因为这手棋本身又是一个单关 本身又是一个单关 然后呢 主要这个头被白棋扭过来之后啊 白棋一震 黑棋还得向外逃跑 这时候已经说不清是谁攻谁了 白棋这搬一下又很愉快 这是实战的下法 确实黑棋的这个方向啊 好像是不太满意 因为白棋这边那么坚实 这个方向黑棋肯定是腻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儿 看不出是黑棋要在攻击白棋的样子 谁厚谁薄 对 没准还是白棋在攻击 对这个很难讲 那尤其黑棋这手棋又先浪费了半手 白棋现在下的很温柔了 其实这个也是自保 既然你目数上已经不太够了 白棋这个自保也是还挺好 好 先冲一下 冲一下冲得很舒服 这只能退 这样的话 等于这个字又喊在嘴里了 双方的目数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嗯 白棋这时候 稳健了 这时候白棋确实有稳健的一个资本了 而且他也觉得是先手 嗯 可能还瞄着这个 黑棋的这些味道 对 黑棋这时候挡都 还要先靠一下才能挡下去啊 是这样 这个棋下的说实话 有点变调了 对于黑棋来说有点变调了 黑棋本身总还是想去进攻白棋 但这个棋下到现在呢 不仅目数损了 就这边的目数不仅损了 而且进攻白棋这块棋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上降为零了 我觉得黑白棋的眼位都已经摆得差不多了 而且一会儿一手棋就可以出来了 现在的对于黑棋来说 最棋手最痛苦的问题呢 就是他前面的那些投入啊 无处得到回报 这就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了 对 付出了 没看见收获 然后搬一个 这几下交换很舒服 搬只能尖 跳 吃一个 以后这个吃前手 那什么时候一顶 这个木服就全都是白棋的了 对 这个收获巨大 然后再飞出来 这个现在我觉得完全是白棋太公飞起了 这时候客观的说白棋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非常明显了 其实呢 陈寅我到这儿 我倒是想问你啊 你怎么看这次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 直到今天晚上大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本次比赛的决赛还没结束 正在进行中 你怎么来判断 就是这两者 谁更有可能来获得这次比赛 夺冠是吧 这个之前呢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有预测 包括我们的旗友 还有我们这个业内人士啊 我们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当初呢 就是党一飞赢了李逝时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哇 黑马啊 那赢了朴远逊的之后呢 就觉得好像他也该赢了 因为李逝时都赢了嘛 那朴远逊可能也要赢了 然后八强完了之后 我记得四强赛下之前呢 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我们就讨论 有人说 我们旗界的前辈也说 不会党一飞夺冠了吧 然后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了 然后我们说 觉得好像还是经验上面 还是欠点火候 但是呢 他现在这种神奇的状态 可能是让 就是能支撑着他 可能下完这个比赛 也就是说 下到今天 你还是很看好他的 是吧 包括很多 很多咱们业内的同行 其实呢 确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啊 当然只能代表 我们个人的一些看法 这是自古以来 王后将相宁有种祸 就是有谁规定了 名气不大的棋手 就不能够拿世界冠军的 是吧 其实下到今天呢 我觉得掌业飞 如果真的拿到世界冠军 也是当之无愧的 也已经不是意外了 不是意外 虽然他的这个棋子 从过程中的客观的 以专业的技术角度来讲 有很多值得推敲之处 包括他对李世实 也有一些问题 包括对朴永逊那个棋呢 实际上也是一度非常危险的 接近失败的这么一个棋 但不管怎么说 最后都赢了 本身他都赢了 到最后胜负处 犯错的都是对方 而不是他 这个就证明了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呢 其实我跟其他的棋友 和前辈也是一样 在进行的过程中 32强 16强 8强 尽管他赢了很多高手 都没觉得他能够夺冠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越看啊 越觉得 他有冠军的潜质 多少有一些冠冠军的潜质 因为他这个棋在一开始的这种小飞啊 包括后来的这种发力啊 包括到现在来处理自己的勾起 这个分寸掌握的是非常好的 当然这一盘棋呢 也不能够完全代表他全部的这种实力 两位对局者的这个总体实力 对对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这盘棋下分量 让我们观众来看的还是很欣慰的 确实前面这一盘棋也不能说是白影的 不能说是蒙的 对 有实力 其实我们就是赛前呢 就觉得他对朴文尧啊 这场内战其实对党一飞是个卡 是 他如果过去的话 真的有可能过去的 他过不去的话 因为觉得朴文尧啊 还是经验丰富 然后呢 很稳健 对 其风也很稳健 别人想赢他也不容易 而且他有经历过几次世界大赛 对对 确实朴文尧是一把尺子 但是不管他怎么说还是赢了 党一飞还是赢了 我们看 飞到这的时候呢 确实白棋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黑棋现在自己还得逃跑 靠一下 对 现在他还怕人家穿断他呢 他又往外逃跑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总体来说 黑棋自己还要逃跑 本身就证明了 黑棋一开始的这种拐出来 这个策略上有问题 靠 跑出来 现在全局感觉 黑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数 对 白棋一边逃跑 一边就进入到黑棋的 这种空的势力的范围之内了 这时候黑棋形式差距很大了 黑棋加这个 对 这一下白棋也始终都不肯冲一下 也很好 冲的话反而有可能把黑棋给撞后 对 现在他就可以冲到这一家 是 也很好 然后把这个断了 这个断呢 价值非常大 白棋一断 黑棋只有在这里单关连回 这个很痛苦 这个对职业技术来说 这种单关的接上很痛苦的 对啊 是在白棋的这么厚的地方 自己也摆一个走廊 白棋关键吃了这个还是先手 吃了这个子本身对于白棋的厚薄呢 就有很好的作用 还是先手 撕一下 黑棋还要在这防守 对 先一个 先一个 这个防守对白棋整体来说 应该说没有什么威胁 白棋正好先手 这个活进了 现在把最后的大场走了 对 这一走之后 我发现这个黑棋的空啊 真的都是小块了 对 就这一小块 然后这边也没什么空 没什么空 关键这一拖 黑棋也没有反击 也不可能吃掉 实战黑棋在这选择的一个定型呢 算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定型吧 黑棋抓没什么办法了 你要退的话 他活了脚 你也不可能吃掉外面 对 现在在正空嘛 双方都 是 所以这个局部的定型呢 也差不多 白棋把这个子一吃 对 黑棋全盘的空呢 已经定型在这么多了 嗯 然后现在 捕一下 占点便宜 对 这一下也不肯打 不肯打 可能就是为了这一拖 好奇 打完了以后 他提在这 这个拖就不成立了 嗯 现在这个拖 黑棋显然不能吃 吃完了以后 因为这一充吃 上面是接不归的 对 这三个子 其筋就死了 黑棋还要在这防守 哎 白棋刚才挡也不挡了 嗯 黑棋跳进来 像这个局部的争夺呢 对于胜负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 粘上 粘上 然后再顶过 顶 再一半 对 黑棋这个地方 也差不多一个定型 没占到什么木树的便宜 现在的形势呢 黑棋还是差距很大 对 所以黑棋急了 急了 黑棋加这个 放出这个胜负手 这个胜负手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 在职业棋手来看的 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嗯 黑棋这个呢 说是胜负手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找一个认输的台阶 因为白棋挡到这的时候 黑棋在这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能力去冲击白棋的 对 白棋接上 这个 靠这个的时候 打吃还是先手 打吃是先手 打吃黑棋居然不能硬啊 黑棋你说能行吗 你硬的话 白棋一尝 简单就给尝死了 对 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只能走这个 那这被一虎 对 白棋形成了一个无忧结 无忧结 断到这 这个时候 胜负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黑棋确实 找一个结 找一个结 黑棋确实是 提过来 没有办法 加一下 这个地方 白棋的形状看上去有破绽啊 但实际上还是很厚的 这样这个打吃还是先手 提过来 白棋 冲 黑棋冲 白棋单班好起 这个地方的联络 非常的稳健 对 他一走一冲就行了 提 然后冲一下 这个黑棋还是得硬啊 然后提掉 然后冲的时候 对 这一冲 一盘冲 对 他一挡就这样 从后边吃死了 最后还有几步棋 是提结的时候呢 扳 白棋扳这个 黑棋没有结材了 已经 黑棋没有结材 他就粘上 然后白棋也粘上 白棋打吃都懒得打吃了 白棋戒上 打吃的话 黑棋还会做结 然后这一吃 吃 然后白棋这一粘 顶了一下 对顶了一下 打酱 炸这的时候呢 这盘棋就结束了 最后 党一飞是直白 中盘战胜了白棋戏 在这个五番胜负的 一个决赛中呢 是先拔头头 对 也是给我们带来了 非常欣慰的一个结果 和 更多的期待 是 真的还是希望党一飞 能够一飞冲天 一鸣惊人 对 像他的名字一样 是 接下来呢 还有几局 希望他呢 能保持住好的状态 在家在利 一鼓作气 能够获得他这个人生中啊 最重要一个比赛的好成绩 是 这个有时候啊 就是一个积累 积累的过程 其实前两年呢 我觉得党一飞的名气 还都不够大 其实那时候实力就已经很长 很强了 历史和生活呢 总是无时无刻的会出现这种 给你的一个机会 能把握住的就是强者 那我总感觉呢 党一飞的机会还是来了 对 机会是有准备的人 我相信党一飞呢 是有准备的 是 好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二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棋派乐呢 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骑行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棋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